Hello大家好,我是宇哥 今天我们来讲史前外星战争 宇宙中战败的灵魂一族被囚禁在了地球人体内 最终驱使着人类与神族爆发了一场大战 华夏大地的捉露之战与印度的巨颅之战 是否就是同样一场战争呢 而灵魂族曾经支配着人类开辟了一个史前高度的文明 而人类意识的觉醒却驱散了灵族 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 史前外星战争 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化 大家理心观看 埃及文明是地球上已知的最古老的文明之一 因此它的神话就包含许多当时的信息 据古神话记载 太阳神拉虽然是埃及的最高神 但它的统治极其不稳定 多次曾经受到过其他的神与人类的挑战 目前有三篇文献里面就提到了人类对拉神的反抗 但考虑到神话在传播的过程中有错乱的现象 因此这三篇的文献有可能讲述的就是同一件事情 在《万物之创造者》里面就说 拉创造了世间万物与人类 但是人类总是反抗拉的统治 于是他就杀死了他的敌人 毁灭了自己的子女 因为他们阴谋反叛 这只是人类其中的一次反叛的行为 在《人类之毁灭》里面记载说 人类反叛了太阳神拉 这次的反叛声势浩大 拉一个人已经无法应对 于是太阳神拉就召集了众神讨论如何毁灭人类 众神商议的结果是让女神拉之眼去消灭人类 结果不用提 肯定是神胜利了 但是当拉看到了大量的人类死去时 又动了恻隐之心 他用褶食与大麦酿造了一种像人血的酒 酒洒向大地 这种酒其实是一种强力的催眠药 拉之眼女神喝了它就沉沉的睡去 忘记了毁灭人类 于是人类幸存了下来 在埃及的一处供奉着赫鲁斯神庙的废墟里面 人们就发现了一篇名文 它被刻在了一面石壁上 这篇名文中就记载说 大约是在太阳神拉统治的第363个年头 一些神开始不满起来 于是有些神就开始密谋造反 其目的是将灿烂的王冠给自己加冕 看来是为了夺权 根据文献记载 无论是拉神的一方的军队 还是反叛者一方的军队 都有人类参加 神对人类的士兵进行了训练 并提供给他们武器 事实证明 人类的士兵当时非常的英勇 他们攻击天上的神鹰和水中的 拉神的飞船 而这场战争的规模是相当之大 从尼罗河的中上游一直打到北方的海 而且时间也很长 当然最后的结局也是注定的 反对的一方又失败了 所有的人类士兵都遭到了毁灭 而在1947年的春天 一个寻觅走丢羊群的牧羊男孩 在死海的平级的峭壁上 发现了一个洞穴 里面就藏着装有西伯来文献的一个陶冠 随后的几年间 更多的古文卷在那一个地区被陆续的发现 他们被合称为死海古卷 而书中就明确的记载 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光之子与暗之子的战争 而人类也参加了这场战争 那一日 诸神和人类将并肩进入血腥的沙场 在骚动和喧哗之中 光之子将以神般的威力与暗之子开战 那中国的神话也记载了许多神与神之间的战争 其中最著名的也有三次 皇帝与炎帝的战争 皇帝与赤油的战争 共公与助人的战争 我们之前讲到过皇帝与赤油的捉戮之战 奇怪的是 这场战争与印度的一场大战 居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印度留下了一部古老的史诗 叫《摩克婆罗多》 这篇史诗描写的是远古时期的一场 持续了18天的大战 是婆罗多族的两支后裔 巨卢族和班渡族之间 为争夺王位发生的战争 这也是一场非同寻常的大战 战争之前 天空出现了一系列奇异的天象 在黎明的薄木之中 三色云彩当时包围了太阳 周边呈现出了白色 红色 黑色 还携带着闪电 当时的天空中无云 却时不时听到雷声 而白色的行星的位置越过了角速 黑色的行星冒烟燃烧 进入光辉的星宿 星宿 通体雪红的火星 闪耀火光偏向了繁具行作 停留在了牛宿 大地剧烈的摇晃 四海翻腾 波涛汹涌上岸 这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呢 而且《摩克婆罗多》中记载的战争 与中国神话中的战争 是有些地方十分相似 首先是战争的地点 《摩克婆罗多》中记载的是说 双方站于巨鲁之野 巨鲁是巨鲁族与班渡族共同的祖先 他们曾经在此地修炼苦行 所以此地叫做巨鲁之野 而中国神话中的那场战争 则发生在捉鹿之野 这两个战争的地点在读音上 也十分相似 是否有可能是描述的是同一场战争呢 其次是战争的结果 皇帝和赤幽的那场大战之后 再无星地位 于是将统治权传给了专须 而他自己则在顶湖成龙升天 而在《摩克婆罗多》中 战胜的奸战也无星地位 将统治权也传给了后人 自己则带着妻儿登山升天 那第三点 在战争的细节上 两次战争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比如说 石油曾经搞出过一场大风 让印龙无法战斗 还杀死了许多士兵 那印度的这场战斗中 也有这个细节 然后愤怒的阿周娜 在军队的前方 向三穴人释放风神法宝 随即狂风卷起 吹倒了许多树木 杀死了很多军队 再比如说 皇帝有魁皮股 可纹身几百里 印度人有天罗 一听此罗号声 士兵和牲口 大小便会失禁 而石油弄出了一场大戊 使人不变东西南北 于是皇帝发明了指南车 冲出大戊 几乎有相同的记载 折磨敌人的罗煞 遭到了敌人的打击 他转过身 施展黑暗的大幻术 大地上所有的人 当时顿时陷入了黑暗之中 场上看不见激 也分不清敌武 激昂看到形象恐怖的大黑暗 便施展了威力强大的放光法宝 冲出迷雾 此外还有一些 我们不理解的武器 比如说阴陀罗的法宝 愤怒的阿周娜 抛出了阴陀罗法宝 我们亲眼目睹 他的神奇威力 当时的剑流 既挡住了敌人倾泻的剑雨 又使那里的人 无重剑受伤 这看起来像是 今天的某种速射武器 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铁剑 自然力似乎已经失去了约束 太阳团团打转 大地为这种武器 散发着炙热所烤焦 在高热之中震颤 大象被火烧得狂吼乱叫 接力地躲避这场可怕的暴力 水在沸腾 百受丧命 敌人被奸 数以百计的战车被摧毁 大地通红的发亮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恐怖的武器 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武器 这些武器从外表上看上去 就好像一支巨大的铁剑 使人感到好像是死神派来的巨大使者 据神话记载 在战争中双方使用了威力巨大的武器 有些就像是热核武器 还有一些目前人类不具备的武器 根据埃及的文献记载 叛乱者从地面直接攻击了统治神在天上的大本营 也就是太阳神拉的大船 以及在海洋中的基地 这场战争几乎是两败俱伤 双方的伤亡惨重 大量的人类战士献出了神明 而叛乱者不但在地球表面死杀 也攻击了禁地轨道的月球 至今生活在南美洲哥伦比亚的瓦乌贝斯原始森林中的印第安部落 就有一个这样的传说 里面说突然晴空霹雳 一道闪电以万军之势直到天空 闪电把天空打伤了 鲜血从天空上流了下来 这个传说显然是在说某种打击的力量 它从地面直射天空 这与我们现代发射的火箭或导弹的情形十分相似 而火箭带着一道闪光冲向天空 这道闪电攻击的目标正是月球 纷纷落下了鲜血 实际上就是月球表面轰击后四散的岩石 有一部分在穿越大气层的时候发生强烈的燃烧 像鲜血一样红 映得满天通红 这与我们以下将要谈到的人类经历过的火雨的记载是相同的 在巴西的西部有一则古老的传说 天雨爆裂碎片砸了下来 砸烂了地上的东西 砸死了地上的森林 天和地倒换了位置 墨西哥古代的编年史中记载说 当时的天空已经不是在下雨 而是下火和滚滚的石头 在旧约出埃及记里面也说到 天空曾下过一场大胖子 伴随着大胖子的是雷鸣与火光 他还特别指出 河里的水当时都变成了雪 埃及的古代哲人伊普沃尔记载了这场大胖子说 树林被毁 再也看不到果木畜生 大胖子使昨天存在的东西 一夜之间荡然无存 这几则记载涉及的地区十分广泛 有亚洲 南美洲 非洲 在我们不知道的年代里 人类可能经历过一场 天上降下滚滚石头 燃烧着火的劫难 而淮南子里面也说 当贡公与祝荣大战失败之后 心高气傲的贡公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 结果一头撞向了支撑天地的柱子不周山 这一撞后果十分严重 造成了天地崩裂 天地分离 而天塌了一个大洞 这才有了后来女娲补天的传说 在以前我们曾经论述过 上古神话中所谓的天 实际上就是禁地轨道上的月球 那天塌一个洞 实际上指的就是月球的表面 被轰出了一个大洞的事实 这与以上月球遭到了智慧生物攻击的过程 假说再一次的相符合 这几乎就是事实的真相 前苏联的史密特物理研究所的列文博士 向美国加利福尼亚研究所的同行 曾经展示过探测者卫星拍下的月球照片 其中25张拍摄的是月球背面的地形图像 那里就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环星山 在研究这些照片的时候 科学家们惊奇的就发现 月球的背面有一些直径3到30千米的火山口 而且排列的十分有规则 其中有若干额成直线分布 那这种排列的情况 与月球正面的火山 无规则的分布是大不相同 在自然条件下 无论是陨石撞击还是火山喷发 都不可能形成如此规则的分布 显然它不像是自然形成的 看着这些照片 很容易就使人联想到一种 分段标尺射击后的情形 比如说一架俯冲扫射的飞机 由于射击的速度一定 但是飞机运动会造成 地面极有规则的弹孔分布 所以科学家在仔细研究了 这些照片以后就认为 这些火山一定是某些智慧生物 连续轰击月球而造成的 在轰击发生的时候 由于月球自转形成了 沉串分布的情况 也有一些人进一步的推测 在银河系互有往来的生物之间 发生了一场悲惨可怕的战争 主要的战产很有可能是 在地球与月球之间 后来才有了 十日并出 女娲补天的传说 这场战争的结果 出乎人类的意料 反抗者彻底失败 并被屠杀殆尽 而胜利的神祖 也几乎元气尽伤 再也无法维持下去 于是他们只好驾驶着月球 飞离了禁地轨道 那天地分离时 巨大的引力 就引发了一场滔天的大洪水 企图将人类毁灭干净 从这之后 人类就再也没有见过神 很有可能 原来造人的神 已经跟随他们的同伴 返回了原来的宇宙之中 也就是说 神有可能真的走了 自大洪水之后 神这一走就是一万多年 这期间 人类再也没有见过神的真面目 历史上 只有神史偶尔会出现的记载 天地之间只留下了灵族与人类 那一段时间 地球上出现了一个史前高度的文明 在《列子汤文》中 就记载了这样一件奇事 当时有一位心灵手巧的人 名叫掩师 有一次掩师去拜会西周牧王 身边跟着一个长相十分英俊的男人 掩师对这个西周牧王介绍就说 这是我造出来的一个能歌善舞的人 他的舞姿十分优美 他的歌喉十分动听 而西周牧王当时就大喜让他歌舞助兴 果然此人舞技高超 舞姿优美 博得了满堂贺彩 但是舞着舞着就出了毛病 这位俊俏的舞男就开始向西周牧王的 妃妾们大抛媚眼 暗送秋波 当时西周牧王看到后大怒 贺令为什么将掩师推出去斩首 掩师急忙辩解说道 请大王息怒 这个人不是个真人 他只是我造出来的一个机器人 是假的 当时的西周牧王左看右瞧 怎么也看不出来他是个机器人 也是当时为了保命 上前一把就扯掉了舞男的头 果然里面竟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的确是个假人 当时看到里面五脏俱全 再次组合起来 依然能够活过来能歌善舞 取下心则不动不语 至此周牧王才相信这是真的 如果我们将这个机器人 与现代的机器人做一番比较 很明显掩师的机器人比现代的任何机器人 都要高明不知道多少倍 仅仅是眉目传情这一点 现代的机器人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根据西周断代功臣可知 西周牧王的名字叫姬马 是西周第五代国君 他是在公元前976年继位的 那一年他已经50多岁了 在位55年 死于公元前922年 活了104岁 如此算来掩师竞线机器人这件事情 距离今天已经3000多年了 那3000多年前的机器人 比现代的电脑控制的机器人 还要先进不知道多少倍 这可能吗 类似的记载在中国的史书中 浩瀚如烟 从这些势力中 我们似乎就可以看到 史前高度文明的影子 想一想通天打的故事 一个能让神感到害怕的功臣 应该具备怎样的技术含量 为此呢 我们就有理由推测 在现代高度文明之前 人类曾经有过一次 更加高度发达的文明 那么为什么在人类认为 不可能的年代里 会出现这样一次文明呢 有人提出这样的假设 他们说当时的灵魂 与人类的人口是成反比的 即使人口的数量越多 每个人所承载的灵魂数量 就越少 相反人口越少呢 每个人承载的灵魂的数量 反而越多 具有关资料显示呢 在1.5万年前呢 世界的总人口只有300万左右 而如今70多亿人口 想想看 这是多么巨大的一个差异 如果机械式的按比例算 当时每一个人所承载的灵魂 比现在就大了2000多倍 那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智慧源呢 只有这样的人类 才能够建造通天堂 拥有如此巨大智慧的人类 搞出一个像眼尸那样的机器人 也就是轻而易举了嘛 发展出一种高度发达的文明呢 也是轻而易举之事 其实早期的人类 不但拥有发展高智慧文明的能力 而且他们拥有在我们 今天人类看来完全不可思议的生命里 为什么早期的人类都像神仙一样呢 由于人类自我 尚未觉醒 也由于当时的人口数量很少呢 灵魂可以完全地控制它的甲体 使每一个甲体看起来呢 都像神仙一样 具有超凡的能力 在庄子的《逍遥游》里面 有描述了这样一种人 在《渺固烟之山》呢 有神人居烟 肌肤若冰雪 绰约如柱子 不失无果 西风引路 沉云气 欲飞龙 而游乎四海之外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出乎人类意料之外 人类觉醒了 甲体呢 居然变成了一个 具有自我意识的新物种 那甲体背叛了自己的灵魂 如果说大洪水之前 地球上的主要矛盾 就是灵族与神族的矛盾 那么大洪水之后呢 地球上的主要矛盾 就变成了灵魂与人类的矛盾 灵魂需要重新地规划人类的行为 而人类呢 却需要绝对的自由 双方一直斗争了几千年 那么神族在创造人类这个甲体的时候 是否就知道 人类最终会觉醒呢 从旧约中的神的愤怒来看呢 人类的觉醒啊 似乎是一次意外 但以神族的智慧和技术来看呢 他们当然知道 人类早晚必定会觉醒 而觉醒后的人类 必然会背叛最初的使命 在与灵魂长期的斗争之中呢 将灵族永远的困在了身体内 有一个事实 恰好可以证明后一种的怀疑 在大洪水之后呢 神离开了人类 而人类的第二次觉醒 也恰恰发生在大洪水之后 也就是说 神离开几乎与人类的第二次觉醒 在同一时期 这难道是一种纯粹的巧合吗 随着人类不断的参加社会生产活动 人类觉醒的内容呢 也越来越丰富了 渐渐成长起来了自我 不但要解决越来越多的生产 生活的问题 也在试图了解这个世界与自我 最终呢 一种强烈的愿望会从心底而生起 人类要固化自我的觉醒 要宣示自己的独立存在 灵魂就开始逐渐无法控制人体了 人类完全觉醒的唯一的标志就是 创造了自己的文字 自此呢 人类完成了从有灵的人 到有文化的人的转变 然而灵族对此事的态度 却与人类完全不同 鬼夜哭一语中可以反映出来 在漆黑的夜晚呢 灵魂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这声叹息包含了许多内容 既有对假体的失望 也有对人类抱怨和无奈 更有对人类深深的担心嘛 大家可以回头看一看 人类文明史以来所走过的路 就完全可以理解灵魂的叹息了 这也是人类最初的使命嘛 那么好了 故事呢 宇哥也就讲完了